其建造的过程也是十分的曲折的 首先是地基 广州塔是由一个混凝土核心筒和钢结构的外框组成 这需要一个坚固的地基 而又因其悬址在珠江旁边 地基要承受很大的水压 所以设计师分两部建造地基 首先把混凝土核心筒直接建在基岩上 然后在其周围挖了多个竖节 并且在挖的同时用环形混凝土固定住 这样可以防止潮湿的土壤进入竖节 挖到基岩后用混凝土胶住 最后在井口架起环形的混凝土粮 以此来连接钢主 这些地基深达30米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小蛮腰的腰身 究竟要建的有多细 腰身当然是越细越好看 但是这就会有一个比端 就是腰身越细就越容易折 经过仔细的研究 最终决定最细地方在280米的位置 这样看上去更像一个妖娆多姿的模特 而这也对塔身建造有了极高的要求 必须把混凝土和钢筋的强度结合起来 在中间的混凝土圆柱里 安放楼梯和电梯 然后再分成五个空间 作为设备存放处和观景台 用钢筋浆或凝土圆柱包裹 又加上了圆形的环凉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